《刘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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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大家下午好 非常感谢刘晓玲会长给我这次机会 我特意从意大利来到了青岛 为养老的事业做一点努力 因为正好现在的养老产业也是整个全世界的关注的中心 整个在意大利也是第二大的老年化 所以我们成立了欧洲的养老产业联盟 主要是为中国和意大利为欧洲搭建一个平台 我先不用看大屏幕了 因为我们成立欧洲的养老产业联盟 主要都是各个大学的校长以及教授 刚才大家可能看见了我们英国的叶女士 还有明天我们的盛新大学的教授 会给我们讲地产远景设计 我们这个产业联盟主要是由 我们有橄榄油协会的会长 有品酒师协会的会长 以及为老年的养老旅游和生态以及保健做一点点贡献 那么我们拥有实现生态 旅游养老和养生的优势 以及意大利的养老地产全景设计 为大家在欧洲寻找一个更好的一个重台 这次刘晓玲会长会和我和欧盟养老产业签一个战略的协议 希望我们为这些中老年人做一点点贡献 我们会组织到欧洲以及到意大利来参观养老院 养老院以及它的先进的技术 还有它的体制 以及把最先进的东西带给中国 那么把中国的最先进的东西带给意大利和欧洲 那么我们会适合养老的养生旅游景点为大家定制养老 那么养老旅游 因为现在70%以上的人都是到了中老年人 那么70%的人决定都是出去 一个是旅游观光 还有一个就是走向世界都看一看 那么现在我就基本上给大家看一下整个意大利的风景片 那么意大利地处南欧 东南西三面满海 海岸线长达7200多公里 那么整个意大利又是一个地中海的国家 那么它也是非常适合养老的 那相信大家都很多人都去过意大利 那么意大利也是一个最美的 因为中国是我的第一故乡 意大利是我的第二故乡 因为我已经住入了中年 我已经53岁了 所以我想在这之前 我一直做这个旅游视野 以及做这个意大利的食品 带回中国 那么现在呢 我想呢 把这些这个老年的这个党老这些产业呢 把它做好 与刘晓琳会长的共同同意 谢谢大家 谢谢